长大小的女孩正在向玄人泪发出预警 她们是来自古老婴儿岛的小美人 也是怪兽女王摩斯拉的使者 而一场足以毁灭世界的终极恐怖即将降临 两周之前世界范围内突然出现了树头怪兽 它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人类的城市 在各国都触手无策之际 一个自称怪兽屠杀者的小队横空出世 利用自制的头疼光线成功地制服了它们 但是却在那头史上最恐怖的怪兽之王面前杀鱼而归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潇洒地离去 怪兽们被送到了远离人世的怪兽岛 在天才少女飞鸟光的研究之下 发现了一种能吸引怪兽的信息素 闻到这种气味的怪兽们都会如同嗅到猫薄荷的猫一样欲罢不能 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收容怪兽的正经科研机构 却正在策划着一场足以颠覆世界格局的阴谋 也就是在这时 摩斯拉的使者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 并带来了灾难的警告 希望人类不要再与怪兽对抗 它们将会是拯救世界的关键 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 怪兽屠杀者们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搜寻着哥斯拉的踪迹 直到它们在海边遇上了一头闪烁着七彩霞光的巨大飞蛾 摩斯拉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因为它不仅是特射界知名度最高的怪兽形象之一 也是大家公认的怪兽女王 传说中它是一头由盖亚所创造的怪兽 代表着大地的遗址守护着人类的世界 摩斯拉如同神奇一般突然出现 它挥舞着巨大的翅膀降下一道道雷霆 而那些轰鸣的闪电并没有击中车辆 仿佛只是一种警告 可是就在它们打算绕开摩斯拉之时 一道电流却击中了队员克莱尔 让它在精神恍惚之间看到了即将带来的灾难 那是一群在黑暗的宇宙丛林里虎视眈眈的邪恶怪兽 怪兽屠杀者们的身上都有着家破人亡的故事 队长伯克的女儿正是在怪兽的袭击中丧命 于是他们忽略了摩斯拉的警告 在沿海的某座城市里设下陷阱 静静地等待着哥斯拉的到来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一头庞然大雾伴随着刺耳的咆哮钻出了海面 已经等得快要长毛的队员们迅速行动 曾经让无数怪兽摇摇欲坠的头藤光线击中了格扎的狗头 但仍然对它毫无作用 伯克只能引爆了早已布置好的炸药 利用爆炸把它驱赶到一座火山附近 如果顺利的话 这头史上最恐怖的怪兽将会被滚烫的岩浆吞噬 就在哥斯拉即将走进陷阱时 一架来自怪兽研究机构的直升机却突兀地拦在了半空 一枚能让怪兽欲罢不能的信息速炸弹也在它的头顶爆开 然后哥斯拉变弱癫狂地跟着直升机离去 一路上撞毁了无数建筑 伯克和仅剩的成员们也在遮天蔽日的烟尘中走散 而怪兽研究机构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当哥斯拉被引诱到城市的边缘时 他们早已布置好的陷阱就突然启动 明显部署于这个时代的黑洞武器源源不断地喷涂出射线 将哥斯拉牢牢困住 他愤怒地喷出吐息 但是却迅速被黑洞吸收 似乎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法突破这个由能量构成的牢笼 而就在哥斯拉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切断之时 全世界范围内突然出现了树头邪恶的怪兽 如同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疯狂地摧毁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扭曲的身体仿佛是吞噬灵魂的沼泽 锋利的前肢就像收割生命的镰刀 只是释放出的射线就能轻易地毁掉一座城市 他们是怪兽X 盖刚以及太空格斯拉 全都是来自宇宙深处的掠夺者 也是特色界知名的邪恶怪兽形象 研究出信息速的飞鸟光 发现事态的发展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初衷 于是找到了伯克向他揭露的组织的阴谋 直到这时伯克才意识到 那些被他捕获的地球土著怪兽 是为了抵抗黑暗的侵蚀才纷纷苏醒 而被困住的格斯拉也感应到了邪恶怪兽的降临 他在黑洞牢笼中疯狂挣扎 源源不断地吐息从他的口中汹涌而出 与能量往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然后黑洞武器便在这种山呼海啸般的能量中过载 炸成了漫天碎屑 格斯拉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大海 他急需恢复能量 因为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一场生死之战 失去格斯拉制衡之后 邪恶怪兽们更加放肆 无数的城市已经沦陷 淤泥一般的黑多拉在海面上游荡 所有经过的船只都会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任何拦在盖钢身前的建筑 都会被他锋利地转据切割成一堆碎片 明龙武都也在太空格斯拉的日冕光线中 化作了一片火海 人类的反抗在他庞大的身躯面前 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只有摩斯拉还在顽强地抵抗 紫色的闪电从他的翅膀中宣泄而出 不断抽拿着对手 但是却毫无用处 下一刻他就被怪兽X的引力光线击中 凄凉地坠落 人类文明的毁灭似乎已成定局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伯克闯进了三代基隆的维修基地 然后凭借机械天赋 重启了这头钢铁巨兽 他打算驾驶着基隆 去营救那些被捕获的怪兽 可是他才刚冲上基地 就迎面撞上了黑多拉 炮弹一般的淤泥铺天盖地而来 瞬间就包裹住了基隆的身体 金属在腐蚀性液体的侵蚀下 冒出阵阵白烟 似乎下一秒就会笑容 黑多拉是一头在海洋污染中诞生的怪兽 初次登场于1971年的电影 《哥斯拉大展黑多拉》 淤泥一样的外形和诡异的腐蚀能力 让他成为了早期哥斯拉爱好者们 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就在这时 一声咆哮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纠缠 那头史上最恐怖的怪兽 竟然再次出现了 在强敌面前 黑多拉果断放弃基隆 朝着哥斯拉不断射出淤泥 但是这种攻击在哥斯拉眼里 根本不止遗体 然后黑多拉就被一道汹涌的吐息所淹没 趁着两头怪兽战斗之时 基隆迅速逃离现场 朝着怪兽导赶去 然后在飞鸟光的帮助下 轻而易举地破坏了能量屏障 安吉拉斯和泰坦巨水龙等一众土著怪兽 也急迫地朝着敌人的方向渡水而去 速度最快的拉顿转眼睛就来到了盖刚身前 一个俯冲便把他撞成了一堆废铁 其他怪兽们也陆续感到 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史诗级怪兽大战即将爆发 好吧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你的点赞关注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好看